你好,我的第二個問題是,人家這麼多的渺小,那神他是這麼的偉大,為什麼神願意聽人的禱告呢? 謝謝 謝謝你的第二個問題,那這個問題也是很重要的 你的問題事實上,你已經有一個假設是說 或者一個設定就是說,哎,神他是非常偉大,非常崇高的 但是這個想法,知道神的信息 所以,如果有人問你誰是神的 當然,你的答案會是,神是很大的,很厲害 那事實上,你的假設會帶給人的一種可能的訊息是說 那當人們問你說,哎,神他是什麼什麼的時候 那你可能會說,他是非常偉大,非常崇高的 但是如果你看到耶穌在祂上,死亡,死亡,死亡 和全身的身體,你也知道,像教會的這麼美麗的詩詞 那個最美麗的宇宙的宇宙 變得滿了血亡,死亡,死亡 是神的嗎?當然是神的 那可是,這樣子的一種假設或者是預設 事實上,如果當我們看,就是耶穌祂被釘在十四架上面的時候 那你可以看到,事實上,所謂的美麗 然後所謂的尊嚴,然後崇高,偉大這些形容詞 根本沒有辦法套用在那個情境裡面 因為那個時候他是赤裸的,然後骯髒的,然後流滿血的 然後非常不堪的一種場景 那所以一方面來說,我們確實知道神祂是崇高偉大的 可是從另外一方面來看,我們卻又看到祂就是,祂如此的謙卑 然後祂願意為了我們,然後成為人,然後甚至被釘在十四架上面 所以比較真正重要的是,我們如何認識神 那更重要的是,更重要的事情不只是我們如何認識神 而是神祂希望我們如何認識祂 那像,比方說我們的教授,祂可能會希望我們學生認識他們的方式就是 啊,祂是一位教授,那我們要尊敬祢,然後要交各種的報告或作業給祢 事實上,教授並不會希望說我們認識祂如同是一個愛人 那即使我們真的就是跟祂有這樣的關係 那神祂希望我們認識祂的方式是,祂是一個愛人 而不是一個就是權柄 那魔鬼認識神的方式就是,祂覺得神就是一個權柄,是一個力量 那祂也稱,祂也稱耶穌是上帝的兒子,但是祂卻是害怕的 那神必不希望我們用這樣的方式,就是認識祂是一個力量和權柄 那祂希望我們認識祂的方式是聖三一,就是聖父聖子跟聖靈 那祂是一個共同的存在,是共同的存在 那這就是為什麼教會教導我們說神祂是愛,而不是說神有愛 而這個愛它是一個存在,它不是一個情緒情感而已 所以我們必須要修正或調整我們對神的這個認識 並不是像古希臘那樣認為神是一個力量、一個權力、一個非常偉大、高的東西 那也不是像我們的對神的認識,也不是像印度教或東方宗教這樣有時候會認為神祂是一個絕對的存在 或者是當你會在這個存在裡面,你的自我會被消融 我們基督教的信仰也不是這樣 那如果說神祂已經這樣子用道成肉身的方式來到我們之中,那難道祂不會聽我們的禱告嗎? 祂並不是在天堂等著我們祷告,就是送上去給祂,祂自己成為人然後來到我們之中 那祂成為人事實際上就是一個,祂出於愛的一個行動,然後祂自願地成為人來到我們之中 然後祂並不是說被迫做這件事情 那聖經也說,事實上不是我們愛神,而是祂先愛我們 那為了什麼呢?我們事實上也不是就是好的人,那祂這樣做純粹就是祂出於祂對我們的愛 那如果說祂這樣子道成肉身成為人,然後來到世界然後拜訪我們 然後甚至是變成在聖餐裡面,變成就是聖體聖血,進到我們的身體裡面,那難道祂不會,祂還不願意聽我們的禱告嗎? 那祂成為人,祂成為人,祂不只是要就是寬恕我們的罪過而已,這還是比較就是容易的事情 祂成為人,祂成為人,祂成為人,祂是想要就是透過就是聖餐,然後進到我們的身體裡面,跟我們合一 那這個時候祂請聽的就不只是我們的禱告而已,祂甚至,因為祂已經跟我們合一,所以祂甚至可以聽到我們的呼吸,聽到我們就是所有的一切 那希望大家也可以問問問題,我們可以有更好的對話 謝謝 父親,你能夠祝福當我們結束嗎? 要說什麼?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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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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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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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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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